毛粉这两天再下一城啊 石家庄市文化新闻广辩出版局副局长左春河被他们扳倒了 这个左春河是过去几年在微博上陆续发表过一些批判毛泽东的言论 然后1月16号的时候呢 就是一批毛粉聚集在石家庄市这个文广军门口拉横幅喊口号 要打倒汉奸左春河要求罢免他 结果呢左春河就真的被打倒了 就真的被免职了 这是短短两个星期以来 继邓向超和河南洛河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刘勇之后 第三个因为批毛而受到整治的人 但是左春河这个事情更加不一般 从一些方面看 它甚至比邓向超事件更严重 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这些毛粉跑到政府机关门口去拉横幅喊口号 属于政治性聚集 按照共产党那个说法呢 应该是冲击国家机关 但是他们居然没有被驱散 好像也没有发生秋后算账的事情 而且居然他们成功了真的就把左春河罢免了 这对毛粉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鼓励 第二左春河他可不是说昨天在微博上批毛 今天被毛粉来揪斗的 不是 他是过去几年的时间转发过一些批毛的言论 如果说邓向超在毛粉的眼里是属于所谓现行反革命的话 这个左春河应该算是历史反革命 你一旦要纠斗历史反革命 要追溯这些人历史问题的话 那可就没边了 那你像有很多知识分子 很多文化名人都曾经发表过批毛的言论 像经济学家毛于世 法学家贺卫芳 这些人都可能成为毛左下一步攻击的对象 这个危险的趋势在于 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不直接表态 那么这些地方政府就会竞相模仿 对邓向超对左春河这样的处理方式 纵容包庇毛粉 这样的话 这个毛粉就很可能遍地开花 义和团就有再起来的危险 所以到这儿呢 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啊 就是针对左春河的这个毛粉的聚集 背后很可能是有权力斗争背景的 它这个背后可能是有人在策划指点的 当然不是说有什么高层背景要去整垮左春河 这么个下级官员 不是这个意思 是可能有人想利用毛粉来搅起某种社会形式 因为跑到政府机关门口去扯横幅喊 这个扯标语喊口号啊 这些毛粉事先得得到默许 他们要觉得有一定安全感 他们才敢去 你像12月份的时候 成都就有十几个公民 就是戴着口罩去天赋广场静坐了一下 抗疫雾霾 什么也没有说 什么也没有干 没有任何政治标语 那马上就被抓走了 那为什么这些毛粉敢冲击政府机关还胆子这么壮呢 所以近期毛粉活跃的背后很可能是有权力斗争的身影的 这个可能性我们得认真对待 继上次邓向超被免职之后啊 这个我做过一个视频啊 分析过我说这个情况很可能是朝着一个非常不好的方向发展 那现在看起来呢 这种趋势正在延续 接下来毛粉恐怕会越来越主动的出击 而且会一步步的升级 从邓向超到左冲和 左冲和是个在职的官员 而且是一个所谓的历史反革命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升级 那毛粉下一步呢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进攻方向 第一 他们有可能继续扩大追溯历史反革命的范围 只要这一步发生了 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肯定 毛粉背后一定是有操纵者 他才会有计划的做这种有步骤的政治性事态 第二条进攻路线呢 就是即将要发生的中美摩擦 因为川普即将上任了嘛 川普上任以后 他在贸易领域 对中国肯定是有所动作的 到时候呢 会给中国的经济制造一些困难 而国内的媒体正好可以借机 把中国的经济困难 中国的社会问题甚至是 都一股脑的推到美国头上 说美国是元凶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 毛粉就非常可能和粪青 小粉红这些人相河流 会以反美为旗帜 搅起很大的社会风浪 制造比较大的社会动荡 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朝那个方向发展呢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